以前的想法會比較認為我做不到的 會把所有的希望放在我的兒子我的女兒身上 後來我發現這是不對的 因為每個人都有每個人的特質 每個人都有每個人的個性 強壓不是辦法 所以後來我就認為最好的方法是尊重 讓他自然發展 包括我的孫子現在都一樣 那麼只能做參考提供他思考 但是不能強壓他要做什麼 你覺得如何推廣這個所謂的孫道 是的 中國的傳統對孫道非常非常的重視 但是在早期的孫道 大部分都是認為要孫順為基礎 可是因為呢 講到這個孫還OK 講到這個孫 常常都是因為代溝的關係 造成了衝突 因為要順就會認為說 尤其是護職輩的都會認為你不能叛逆我 我講什麼你都要聽我的 所以造成啊 因為這個孫的關係 造成了一些利益上的衝突 所以孫道這個名詞 如果以現在的定義來講 應該可能是 它既然是一條道路 它可能是雙向的 甚至於是一個十字路口 一個多元化的 那麼有互相考慮到對方的立場 可能孫道會比較稍微順一點 所以對我個人來講 我認為孫道應該是 如果彼此能夠考慮到對方的立場 那麼可能孫道會比較稍微 比較順暢一點 所以應該是新的孫道 多了一個新的定義 多了一個雙向多元的孫道 我想會更順暢更和諧 所以以我們學校來做換例 我們去年就辦了一個 魔幻父親的表揚大會 讓我們學校的老師跟學生 知道政府都這麼重視的 那麼這些魔幻父親 如何的在家裡面扮演他的角色 他們的心得 就是我們自己的心得 那麼好不容易把新北市 一百多個魔幻父親的頒獎典禮 放到學校來 主要目的就是讓學生 教職員工生 去體驗一下孝順的特性 我們帶回家裡 那第二個是我們今年 也辦了一個比較特別的 在圓擺A13 辦了一個不一樣的母親節 我們找了幾個畫家 在現場幫來賓 來購買的這些客戶 那客人幫他們寫一些卡片 利用這些小小的卡片 你想寫什麼畫家在幫你畫什麼 或寫什麼 這個卡片不需要買 讓你帶回去給媽媽 讓媽媽接著 這個特別製作 精心製作的這個卡片 給媽媽不一樣的禮物 當然你也可以用買的 可是這張是因為透過畫家 把我們的所謂的藝術 放在卡片上 讓我們的教職員工生 也體會到說 可以不一樣的 你也可以製作 也可以委託被人製作 做一個不一樣的母親節的卡片 透過這些活動 讓我們的教職員工生 覺得媽媽很重要 我們自己維持健康 維持媽媽的快樂 這個氣氛就出來了 所以基本上 我們學校也每一年 都會辦一些所謂的 員工旅遊 那我們都鼓勵員工 帶他的爸爸媽媽來 帶他的職員來 透過不同的家庭 在不同的活動當中 來體會出說 不同的家庭的親子關係 回去會更和諧 校長你年輕的時候 去外地念書也常回家嗎 我們每年固定 只要放長假 三天以上我都會回家 因為我爸媽是開雜貨店的 那開雜貨店就會有很多互動 所以我們以前 很不喜歡放寒假暑假暑假 尤其寒假 我們都要在家裡 把那些糖包好 然後先蹭好 客人來就可以直接拿走 然後把那些酒瓶綁好 不然會打破 所以我們以前是很怕 放假 放假別人都能出去玩 我們不能出去玩 我們都在家幫忙 所以後來選擇 當老師是有原因的 補假期 那你們印象你最久最久 沒有看到父母是多久 事實際上那時候在念碩士班的時候 因為忙得論文 然後就有一陣子就比較少回去 非常遺憾的剛好念碩士那一年 我爸過世了 他這個癌症 後來就轉到台大醫院來 所以還好啦最後那一兩個月都是我在陪 白天做研究 晚上幾乎都是我在陪 幫他照顧最後一頂 以前也沒什麼安寧病 就是都是家人在陪 最後那一兩個月幾乎都是 晚上我都跟他睡覺 跟他陪 所以現在想起來是有點遺憾 有點遺憾 因為那時候醫學不夠發到 也沒有像現在的人 有那種健康檢查的概念 等到發現就有點遺憾 所以我總覺得 父母在真的不言由 真的這是有道理的 要孝順 要急死 我媽媽還有 我媽媽活了93歲 所以我們 我有八個兄弟姐妹 有四個男四個女 所以我們幾乎 從來沒有為了錢在那邊爭吵 從來沒有 因為家裡本來是 就一個雜貨店而已 就大家平安就好 所以我覺得這個 家裡和諧是 是成長一個過程當中 一個非常重要的回憶 我曾經收到一個禮物 是有一本書 叫做讓別人贏 那麼這本書的作者呢 是這個黃老闆 那麼他本身 就告訴我們說 他今天做生意 對我們來講是很成功 但是他很謙虛地說 有小小的規模 那麼其實上他是非常成功的 他就告訴我們說 要讓別人贏 要讓其他人贏 要家長贏 要讓客戶贏 他才有機會 所以我偶爾開會 剩下節日的時間 我都會看這本書 他告訴我們說 讓客戶贏 你今天自己才會贏 如果客戶不贏 你不會贏 讓朋友贏 你才會贏 同樣道理 在家庭裡面也是一樣 如果我們能夠 讓小孩子贏 讓爸媽贏 那麼有一天啊 他就會想到說 欸 實際上大家都贏 如果你每次都要爭到底 那什麼都不會贏 到最後啊 會傷感情 所以我覺得這名詞非常好 讓別人贏 讓客戶贏 讓爸媽贏 讓子女贏 學會尊重 我想呢 方向隊的路在遠都可以到達 所以校道 就像我剛剛所講的 是雙向的 是多元的 如果能夠稍微體諒一下 對方的立場 那麼把自己退縮一點 空間就會加大 那彼此之間會更快樂 更和諧 所以我們甚至也透過 蔡衍明愛心基金會 讓我們的老師或學生 去了解一下 我們附近這兩個梨 那麼所需要幫忙的一些 比較弱勢的 經濟不利的 或需要幫忙的這些老人家 單親家庭 或者是小朋友 那我們把他寫一些內容 報給蔡衍明愛心基金會 那麼他也帶回去了 蔡衍明愛心基金會審查之後 每年三節就會到 透過我們學務處 教職員工生的學生 去拜訪那些 經濟不利的 或者是弱勢的族群 同學透過服務中學習成長 會知道說 比我們需要幫忙的人更多 那我們都在服務別人 為什麼不會服務自己的爸爸媽媽 不會服務自己的小孩 所以我想透過親力親為 這是一個最好的方式來體驗 讓學生來體驗 那麼將來把這個良 良性的活動傳承下去 我相信我們的學生啊 透過不同的服務當中 他會更喜歡爸爸媽媽 將來自己當爸爸媽媽 會更喜歡自己的小孩 親子關係會更好 這是我們的想法 我有一個兒子也一個女兒 那我兒子現在已經34歲了 我女兒也已經32歲了 那我想從他們小時候啊 我大概就學會了一個方式 帶他們動 所以我很少去 因為我自己當老師我很清楚 成績啊只是一時的 我要的他們是永久的 那永久的是什麼 健康快樂 所以我幾乎下半時間 都會帶他們騎腳踏車啦 放風針啦 跑步啦 或者是呢去游泳 騎腳踏車等等等等 那麼透過這個互動過程當中 也知道他的壓力 也知道他的優點 也知道他的缺點 也知道他的耐性 所以平常一講 一直到現在雖然他們30幾歲了 我女兒也已經有兩個兒子了 他們現在不管碰到什麼大大小小問題 都會來找我商量 找我討論 找我解決 或者找我思考 這是我最安慰的 我沒有傳給他什麼 但是我傳給他們互相的信任 互相的體諒 那我爸媽媽都是國小沒有畢業 如果我爸在 他現在已經一百多歲了 我媽如果在 現在剛好一百歲 那麼在那麼久以前 他們當然受教育的環境 跟我們現在不一樣 受教育機會很少 通常是到了三年級四年級 所以家裡忙就開始載學了 那像我媽媽也是只有念兩年 尤其是女生根本沒有辦法受教育 所以他們對我們來講 就會有一個想法 有機會就讓你盡量念書 所以以前看到的都是成績 成績好 這個幫你加菜 幫你加禮物 但是呢 因為我們在鄉下長大 會覺得念書是唯一的出路 可是呢 到我們這個時代來 我們不認為念書是唯一的出路 念書當然是一個好的轉變機會 但是它不是唯一的出路 最重要還是要健康 還是要快樂 還是要心情擴廊 所以我這一代當然是夾在中間 那我也常常跟我們的小朋友分享 你自己做不到了 不要逼你的小孩子做到 你自己的快樂可以跟他分享 但是你做不到不要跟他 加住在你的下一代身上 所以他們也都很快樂 很跟我分享 所以我覺得我還滿幸運的 碰到我爸媽那一代是比較保守 他們認為呢 這個小孩子必須要努力努力努力 才有好的前途 然後到我們這一代轉變了 也給一些小孩子的一些想法 希望能夠透過人生盡力就好 人生平安就好 這是我認為想要做到這個孝道 實在是不容易 唯一的方法就是平安就好